说书唱戏说一下你最爱哪个 我最爱肯定是最爱唱戏 于谦老师三大爱好 抽烟喝酒烫头 郭老师也有三大技能 说书唱戏相声 而唱戏恰恰是郭老师的最爱 可能在整个曲艺界 都找不出比郭德纲还憋屈的人了 不管郭德纲干什么 都有人跳出来反对 鸡蛋里挑骨头 郭德纲说相声 有人说他是三俗 唱平剧 有人说他唱的一股邦子味 最可气的是郭德纲唱京剧 直接就有同行说 郭德纲唱京剧是在糟蹋艺术 更多的是郭德纲的票友 相声就是想到京剧行业蹭热度 前一段时间我也看到说 郭老师跟京剧名家一块儿演戏 这十几位一块儿跟他搭档吧 搭着演戏 一票难求 大家就很好地去协作吧 那你说如果郭老师自己单唱 没有那么多京剧名学陪他 恐怕就是也没有那么多 京剧观众会给他 可能还是相声的 他们自己的观众去看 当然了这个说法个人感觉是非常片面的 京剧本身就是众人合作的曲目 一个人当然没有办法唱 而且如今的麒麟剧社 可以说前景一片大好 如今已经可以自负盈亏 现在我们放眼望去 国内的京剧剧团 有哪个不是在领当地的财政部贴过日子 在不赔钱的情况下 可以养活自己了 甚至因为市场和业务的需求都开始招贤纳事了 5月7日一个名为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的京剧协会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宣布将会和北京少年工一起联合招生 培养京剧人才 这个协会还点名邀请了郭德纲 向郭德纲老师抛出了橄榄枝 随后郭德纲也是转发评论到 有继承才有发展 非常支持这种做法 要知道 以前这种京剧协会举办活动 那是绝对轮不到德云社和郭德纲的 哪怕郭德纲已经拜师京剧大师赵灵彤 京剧行业承认郭德纲的人也是非常的少 可是这两年 郭德纲带领着太平巨社和麒麟巨社的成功 不但观众了解和喜欢上了京剧 就连京剧界的人士也慢慢接受了郭德纲 所以这官方举办的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 才会邀请到郭德纲 希望能和郭德纲一起做这件事情 对于郭德纲来说 能得到京剧从业者的承认 也是对他在京剧行业的肯定 其实对于京剧的传承和发展 郭德纲早已经在行动 5月7日 北京麒麟巨社天津少儿培训基地 已经正式挂牌成立 郭德纲希望京剧能发展得更好 发现更多的京剧人才 希望京剧可以蓬勃发展 如今的郭德纲每年都会拿出好多时间开办京剧专场 票价远低于相声专场 但郭德纲还是乐此不疲地坚持下来了 就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传承京剧 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喜爱吧 就像郭德纲说的那样 自己虽然靠相声日进抖金 但是最喜欢的还是唱戏 那些口口声声说 郭德纲糟蹋艺术的人 真的不感觉打脸吗 传承才是最好的发展 郭德纲带领着麒麟巨社 德云社发展到如今规模 众多观众喜爱 学习传统艺术 不也正式应了这句话吗 糟蹋艺术能糟蹋的如此火爆 为了火你们也是想瞎了心啊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今的德云社和麒麟巨社 这么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